大家好,我是文睿 最近因为这个汽车芯片短缺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台积电它的这个重要性呢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 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一些消息吧 就是比如说像欧洲好像也有意 要让台积电邀请台积电去欧洲设厂 日本好像也有这个计划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台积电已经决定在日本设立一个研发中心 包括台积电在去年已经决定到美国去设厂 就这个5纳米的工厂 然后呢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我觉得先说结论 台积电它之所以这么强大 是因为它在台湾 如果它离开台湾去别的地方建工厂的话呢 我觉得它最终的这个效果 可能和在台湾呢就会有一些差别 而且这个差别有可能很大 这就是我今天想探讨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就一条一条来说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订单的问题 订单 就是你一个企业 你要有订单才可以 你要有客户对不对 你才能发展的更好 那有人说那不会吧 你看现在你看大家都希望得到台积电的订单 对不对 产能不足吗 明显不足对不对 怎么你会说到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 就是现在吧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咱们可以试想一下 在未来 比如说台积电在这个美国 欧洲在日本都有工厂的话 那么在台积电 在台湾的工厂 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这些工厂呢 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订单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一旦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出现了这种产能的剩余的话呢 那么你作为一个公司 不论你是在日本 台湾 在日本 美国 还是欧洲 你会把订单下到哪去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肯定还会把订单下到在台湾的那个台积电的工厂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它是一个信誉的问题 它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 有很多这个 以前有很多中国游客到韩国来吧 他就到韩国买那个电饭锅 叫酷酷牌 叫福库吧 翻译上汉语 福库电饭锅和这个化妆品 但这个产品呢 在中国有没有销售呢 也有销售 但是他就不在中国买 他就到韩国来买韩国的这个原装了 你说他这个质量会有差异吗 或许吧 但可能即便是差不多到他也买韩国这边 他觉得放心 这就是一种心理 就是说台积电这些年在台湾 他已经建立了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信誉 所以呢 很多厂商吧 只要他这边有产能的剩余 那可能大家就会把单下到台积电 在台湾的工厂 那么 有人说了 那你说这个多远呢 对不对 欧洲美国 在当地工厂多近多方便呢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以前我在韩国的芯片工厂上课吧 这个韩国的这个芯片工厂 他的这个制造是在韩国完成 但是他的测试封装呢 是在中国的重庆完成的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要求吧 我说你这么做是不是很麻烦呢 这个运输啊 周期啊 这都很麻烦对不对 然后那个企业告诉我说 倒也没什么太麻烦的 他就讲说这个芯片很小 你一飞机就能装很多很多 而且飞机速度也快 来回很快就飞完了 所以呢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其他的商品啊 咱先不说 就是芯片因为它很小嘛 你说你把这个订单下给 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 和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 如果你作为一个美国公司 其实差别不大 反而可能因为台湾这边 它的这个工艺比较成熟啊 它可能会加工的更快 粮率可能更高 它虽然距离稍远 但是它可能比你这个 在美国那边的工厂 做可能更快 而且这个它很小嘛 你这个运费吧 也不就是说 它把运费平均到 每一个芯片上面的话 它的费用也不是很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订单 你这些工厂都建起来 你订单在哪 你是不是能够满负荷运转 它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结论就是 只有在台湾的这个台积电 这工厂全部都满负荷运转 做不了的时候 这些工厂才有可能获得订单 这是我先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到美国 或到其他欧洲国家去设厂的话呢 它这个就是美国人的那个工作方式吧 可能跟台湾人差别会很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做这个中文教育嘛 这中文教育就是在一家三星公司 这个三星它就是 在选择英文老师的时候 它绝对不用这个美国人 那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那美国人他英语说的多好 老美对不对 教英语是多好 在企业里面 为什么不用呢 我也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以前可能也讲过吧 就是我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师 去一个地方 出一些事务吧 当时呢就是我们定的时间到晚上七点钟结束 然后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好像七点结束不了 可能要到七点半左右 然后这个公司就跟我商量 那我当然肯定是同意的了 对吧 那七点吧 咱们就互相协调一下 那个美国人就不同意 你定的是七点 对不对 你突然延长 这算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加钱 加钱也不行 对吧 你给那个钱增加也不行 反正我定的就是七点 我还有别的事呢 当时这个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当然他这么做吧 你不能说他不对 你也不能说我配合就做的就是对 因为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生活方向不一样 有人就觉得我就要考虑到我自己的生活 对吧 我自己的时间就得我自己支配 对吧 咱们说几点就几点 对吧 那在那个美国公司 到点我就下班 对不对 这是我的权利 那在台湾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特别是对于芯片这个领域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求大家 配合 对吧 让你加班 你就得加班 对不对 才能使这个芯片呢 在这个很激烈的竞争的这个领域当中 能够做的更好一点 那么美国社会 包括欧洲社会 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一个氛围吧 再加上 你说台湾人吧 给美国人打工 可能这个是好办 反过来讲 你说美国人 这些白人 他可能有自身 有一种优越感吧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管理层 都是台湾人 他会那么非常听话的去跟你配合吗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吧 所以他这个人事的这个处理问题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说在一个公司里面 就是整个大家不能够协调的很好去做事的话 特别是对于这种芯片企业的话 它最终导致的这个效果会很糟糕 这是我看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以前我也讲过 台积电的成功 它不是它一个企业的成功 它是整个台湾芯片产业链的成功 就像一个汽车一样 台积电是这个发动机 那么其他的这些工厂 它是整个汽车大大小小的这个零件 然后大家都很优秀 最后打造出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汽车 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台积电如果去别的地方设工厂的话 那这些产业链能不能及时的跟进 这是一个大问题 即便是你这些工厂能跟着过去 还是刚才我提到的问题 你还是要雇佣当地的这些美国人 对不对 或者是欧洲人 那它整个的那个配合效果 会不会像台湾这么好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差距的 那这些东西它需要多少 多长时间去磨合 或者说它能不能磨合成功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吧 就是人事的问题 包括你整个这个产业群的 这个组合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政府当地政府的配合问题 我觉得哈 我没去过台湾 我觉得如果说 台积电要在台湾的哪个市 或者现设厂的话 那当地政府肯定是 100% 200%的配合 对吧 应该是那样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到了其他国家 可能不会 或许也很配合吧 但是人家也就是那种 正常的程序吧 那可能很多事情吧 就做的不一定那么快吧 这是一个因素 最后一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成本问题吧 在台湾毕竟各个方面原材料 人力成本比较便宜 做出芯片呢 物美价廉嘛 在其他地方 它可能成本就会上去 成本就会上去的话 你这个竞争力不就 不是那么大了吗 所以呢 就综上几点吧 一个是你的订单 一个是你的人际关系的处理 第三 就是你的产业群的整合 第四呢 就是当地政府的配合 第五呢 就是你的成本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这台积电的这些工厂 如果去了 别的国家的话呢 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也真的画一个问号 对吧 台积电在中国南京 有一个工厂 12寸的 好像在上海 还有个8寸的 在美国好像有个8寸厂吧 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些工厂 台积电它 相比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可能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更多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说到这些点吧 其实我觉得 我说的还是比较浅 也没有时间说太多 我估计台积电 他们也都能知道 所以台积电 我觉得 它是要能在台湾 就是最好是在台湾 去别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 可能会 就是说有些问题吧 那当然你说美国 为什么让台积电去 美国 它有一个安全方面的考量 就这个东西 比如一旦从台湾拿不到 那起码在我们美国 这还能做 它是感觉好像有一种 就是具备的这种作用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行 今天这话题咱们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